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在一本記載《世紀大失敗》的大傳裏 有這樣的一件事 1978年英國消防員大罷工 英國的軍人他們需要暫時去負責消防工作 當年1月14日在倫敦的南部 有一位年長的女士打電話求助 他說救我的貓 貓上了一棵樹很高 落不回來 那些軍人很快就來到 然後就很快地把貓救了下來 這位的女士很感激他們的幫忙 於是就邀請這群英雄來入他的屋裡 來享受豐富的下午茶 他們吃完下午茶之後 大家都很歡喜快樂 吃飽 他們跟這位女士揮手告別開車走了 然後 爬 車滾過了那隻貓 車死了 Roger是不是很傷心呢 愛貓之人 人生就是這樣 那一刻成功過後 可能馬上接種而來的就是 將過往成功的那種經歷 完全徹底消除的一種失敗 可以將人打入灰心和沮喪的深淵 即使過了很久 當日的失敗回憶 雖然會漸漸淡化 但是留下的創傷 可能是一生都還會在 而且叫人難以在同一件事情 再次去到重新爬起來出發 特別如果這些事情發生在我們 和關係親密的人當中 例如說我們家人 或者教會弟兄姊妹之間 那種的罪咎感 和關係的破裂 可能是一生的遺憾 聖經裏面有很多真實不完美的人 失敗的例子 今天是復活節之後 第四個星期日 在教會傳統的年曆裏面 仍然是屬於紀念耶穌復活的節期 所以我們就會由約翰福音的第21章 來看耶穌復活之後的事跡 我們今天就會去到約翰福音21章 14至19節那裡 我們一起來先有個討告 親愛主耶穌 你當日來降生在這個世上 為人去到捨身 贖罪 救贖我們 而且你復活了之後 更加的是在世 有40天那麼久 來向門徒顯然 來教導 來講解天國的事情 就求你今天來到 藉著這一段的經文 讓我們更加明白主你的心意 叫我們都能夠一起在我們的靈命上面 能夠更加的 像主耶穌你 我們討告奉主耶穌基督寶貴名字 阿門 今天的這一段經文 裡面記載著耶穌和我們都很熟悉的人物 他的對話 這個人物就是使徒彼得 我們會從經文去到看 耶穌和彼得這一番的對話 是怎樣令到他離開 一個灰心和沮喪的深淵 而彼得能夠重新啟動成為教會的支柱 以下我們一齊來讀出這幾節的經文 一齊 這時耶穌從死人中復活後 第三次向門徒顯現 他們吃過早飯 耶穌對西門彼得說 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 彼得說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對他說 你餵養我的小羊 耶穌第二次又對他說 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嗎 彼得說 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 你牧養我的羊 耶穌第三次對他說 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嗎 彼得因為耶穌第三次對他說 你愛我嗎 就憂愁起來 對耶穌說 主啊你知道一切 你知道我愛你 耶穌說 你餵養我的羊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你年輕的時候 自己束上腰帶 隨意往來 可時你年老的時候 將要伸出雙手 別人要把你束上 帶你到你不願意去的地方 耶穌說這話 是指出 彼得將要怎樣死 來榮耀神 耶穌說了這話 就對他說 跟從我吧 我今天會跟大家分開三個部分 來看這段經文 第一個部分就是 第十四節裡面提到 耶穌那三次的顯現 第二部分是十五至十七節 關於耶穌和彼得的三個問題和回應 第三部分就是十八至十九節 耶穌對彼得揭示他將來的命運 而且是怎樣 由這個揭示 來到彼得 是重新來出發 和重新的啟動 我們先看第一部分 第十四節的經文 那裡說到這次是 耶穌從死人中復活之後 第三次向門徒顯現 到底第一和第二次是何時呢 若我們看回《約翰福音》二十節就知道了 這裏是記載著耶穌就是復活節當日 就是一周的第一天 這裏說到門徒因為害怕猶太人 他們就躲在一個房子 即是在一個房子裡面 而在那時候的夜晚 耶穌就站在他們當中 對他們說 願你們平安 這個就是門徒第一次看見耶穌 接著第二次就是怎樣呢 第二次就是 因為第一次顯現的時候 多馬沒有在門徒的當中 那他就說 除非我看到他手上的釘痕 用我的指頭探入那個釘痕 又用我的手探入他的立旁 否則我就一定不相信 多馬當日是這麼說的 所以耶穌就過了八天 一個星期之後 又是在門徒當中來顯現 那這個就是第二次了 而耶穌在耶路撒冷 向門徒顯現這兩次之後 門徒就離開耶路撒冷 回到他們的家鄉 加利利那裡 因為耶穌他自己在被捕之前 已經跟門徒約好了 他說他已經跟門徒說了 他復活之後 會給門徒早一步 去到加利利那裡 而天使在耶穌復活那個早上 也提醒那些看到的 空墳墓的婦女 天使說快點去告訴門徒 他已經從死人之中復活 他要在利利之前去到加利利 所以在福音第二十一章那裡 我們就看到 彼得和其他的門徒 都回到了加利利 他們的故鄉那裡 在加利利這個提比利亞的海邊 是一個他們很熟悉的地方 因為這個就是他們家鄉的地方 一定勾起了他們不少的回憶 因為當日就是在這一帶的海邊那裡 耶穌坐在他們的船上 向很多的人來港道 他們聽到心裡火熱的時候 耶穌就呼召了彼得 他們幾個人去到跟從他 他們一跟就跟從了耶穌三年 現在他們經歷過和主生離死別 又見證了主復活之後 他們現在回到舊地 他們對主的認識和當日比較 已經是甘非色彼 不可同日而語 這幾年來他們跟從耶穌 見過世面 已經不是那種初生之屬不畏苦 那種拼搏精神 很多時候年輕人就是一種拼搏的精神 就是好像死都不怕 但是經過了這幾年的磨練 他們更加深了解到自己的脆弱 當中特別是彼得 大家記不記得 彼得在耶穌最後晚餐的時候 當耶穌告訴門徒 他要去到捨身成人 去到犧牲的時候 彼得說過什麼話呢 彼得是大大聲地說 我連一條命都願意為你捨棄 當時其他門徒聽到彼得這樣說 都跟著他這樣說 那時候他是多麼的傲氣 多麼的自負 是不是 中國古人都有說過 人故有一死 或重於泰山 或輕於紅毛 其實古代的羅馬人 跟猶太人都有類似的想法 人人都會有得死 最重要的就是死得轟轟烈烈 但是後來我們看到 聖經的記載就是耶穌被捕 彼得是怎樣來到跟著呢 他是偷偷摸摸地 靜悄地跟進祭司獎的地方 他不敢讓人認出他自己 有人跟他說 李馬也是他的門徒 彼得是怎樣回答 一而再再而三地否認 他那天就說 之前那幾個小時就說了口響 說我死也要跟著你 但是現在被人問到的時候 他就說 我不認得你們說的這個人 還要是發誓 他曾經是很大言不慚的 很不面紅的 說到自己很堅強 甚至死也不怕 不過到了 真的危險來到的時候 他是怎樣呢 原來他自己也是一個 貪生怕死的人 更加可恥的 在古代的人都會有這樣的看法 就是為了苟且偷生 怕被人因為他是 耶穌的門徒 而將他都拘捕 所以他放棄了 這一位亦施亦有 情同手足的耶穌 我們可以想像 在那一刻 比得他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是怎樣呢 當雞蹄那一刻 他想起耶穌說過 他會三次不認的時候 他的自尊心 自尊心 亦都是在雞蹄那一刻 你都是消失得 蕩然無存 而現在耶穌已經復活了 但是耶穌的復活 更加令到彼得 感到自己小信不配 因為耶穌他明明已經說過 耶穌已經跟門徒很清楚說過 他自己會被人盯死 但是三日之後會復活 但是比得聽了就好像 都沒有聽過 比得他在耶穌被捕之後 他沒有能夠相信耶穌的話 所以去到背棄了耶穌 現在他可能還會懷疑 自己是否還陪不陪跟從耶穌呢 因為耶穌也曾經跟門徒說過 若有人要跟從他的話是怎樣 要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 比得就是這樣來背棄了耶穌 所以我們看到耶穌前兩次顯現的時候 當時我們會發覺 約翰的記載裡面 沒有提到比得出過任何聲 比得是沒有任何的反應 我們只能夠肯定就是 比得也都在那幫門徒當中 看到耶穌那兩次顯現 如果是跟平時他的性格的話 他應該第一 一看到主他就說 嘩主啊你回來了太好了 現在就請你來復興以色列國 等我去領軍 這個應該是比得的表現來的 但是耶穌復活了之後那兩次顯現 比得是完全的沉默 讓我們看到 當時他已經跌到谷底 他不知道怎樣來面對主 以及面對自己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會 好像比得那樣 當我們感到自己規負了別人 要面對那個人的時候 我們會怎樣呢 我們會感覺到很不自然 不知道怎樣 跟平時很不一樣的表現 就算對方已經不再戒壞 我們心裏面會有一種內疚感 罪疚感在這裡 好像在控訴自己 要自己覺得難受受罪 好像這樣才會舒服一點 反過來 如果有時候我們是被規負那一方 有很可能看到規負我們的人 特別是親人 一出現 就會急不及待地找對方來對峙 我們很多時候會說 這些是愛心說誠實話 指出他的問題 但是我們會發現彼此的關係 受損難以修補 如果是發生在工作的地方的話 可能就沒有 也不會有那種難受 因為始終都是受人二分四 感情投入未必太多 但是在教會裡面 弟兄姊妹之間 這樣就會很傷 因為彼此都有感情 但是更傷的就是家人 父母和兒女 丈夫和妻子 那種關係的破裂 是很深刻的 彼得跟著耶穌三年 這三年裡彼得跟著耶穌 一起出出入入的 一起去吃飯 一起睡覺 同甘共苦 他們的關係已經好像家人一樣 所以他心裡面那種內疚 傷痛也是最深刻的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都會犯一些錯誤 對待自己的家人的時候 我記得我兒子小時候 大概七、八歲的時候 有幾次他走路的時候 不知為何腳會在地面 蹲一蹲 不知是否球鞋太絕 在商場的地面又平滑 蹲一蹲 接著人就整個面向地 蹲了在那裡 那我呢 是這個 就會衝口而出 哇,看路啊 平地你也會跌倒 是一些自然反應 但是呢 其實他想不想跌倒呢 他自己也不想跌倒 其實他跌倒的時候 心裡已經很難受了 還要讓我告訴他 他就會很不高興 整天心裡都會有個氣在那裡 脾氣變得差 關係也變得差 我老婆太太跟我說 他說他跌倒已經很慘了 你還罵他 他就更慘了 應該安慰一下他 所以從此以後 他再跌倒的時候 我都不忍住 不要說話 先安慰一下他 如果耶穌好像我們一般的自然反應的話 可能復活了之後 第一看見彼得 就抓他出來 責備他 你不是說要跟我去死嗎 你現在知道自己的問題沒有 以後還敢不敢把牙刺刺 但我們看到耶穌沒有這樣做 他給彼得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 去整理自己的情緒 整理自己的思緒 耶穌是等到這第三次 才來找彼得來對話 彼得就是這樣在海邊等著 跟其他門徒一起和主去匯合 但等的時候他們都需要賺食 對不對 所以他們最熟悉的就是打魚 他們就從操故業去打魚 但經文告訴我們 他們打了一整夜的魚 都打不到 彼得看到 連自己最專業最拿手的東西 原來都不行 更加可以想像到彼得覺得沒有出路 但就在這個時候 耶穌又出現了 就好像當日那樣 耶穌一句說話 我們今早的默想經文說了 耶穌叫他們把網殺在右邊 他們照著做的時候 就捉到滿滿的魚 其實這個情況 這個情景就好像當日 初初耶穌去呼召彼得 和其他門徒一樣的情景 當日那些門徒也是 因為打魚打了一整夜都打不到 但是耶穌一句說話 叫他們去到水深之處 將網殺下去 他們就網到滿滿的魚 所以這個時候 讓彼得想起當日的情況 讓他有力量 甚至他在船上跳下水 都不讓船開回去 他就跳下水 游到岸邊那裡 去到找耶穌 接下來的第15-17節 就是耶穌和彼得那三個對答 我們看到耶穌問了彼得 三個好像一樣 但是又有一些細微分別的問題 耶穌首先就問彼得 若漢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 給這些更深 那耶穌到底是問他 給什麼更深呢 那個這些是指什麼呢 是指他們 因為耶穌那句說話 捉到那麼多的魚呢 那當然不是指魚那麼簡單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在問彼得 是不是愛自己的職業 或者世上的物質生活更加深呢 都有可能的 不過彼得剛才已經發現 原來連自己的專業 沒有主的指引 原來都是一時無盛 世上的物質生活 其實都是不可靠的 但是這次的經文 更加好的解釋 那個的這些 指的是在場的其他的門徒 耶穌是要彼得做一個職場的比較 他其實在問 若漢的兒子西門 你是不是比這些人更加愛我呢 彼得曾經以為自己是門徒裡面 最勇敢最有吉士的那個 他第一個說出不怕跟隨耶穌去死的 認為自己更加愛耶穌 但是當日耶穌被捕之後 是誰一直跟著耶穌去到十字架下面呢 是若漢 不是彼得 而若漢當時就在彼得的隔離 來跟耶穌去到十字架 如果要比較的話 彼得知道自己的愛 對耶穌的愛 不會比其他門徒更加深 當時彼得知道自己的不足 所以他回答耶穌的時候 他說什麼呢 他說主啊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 他用的愛是 比利歐 那個希臘字 比利歐這個字 一般來說的解釋就是 我和你情同手足 愛你好像手足一樣 但是耶穌問彼得的是哪一個字呢 耶穌問彼得的是 阿加巴奧 可能大家都知道阿加皮 我們有個阿加皮的團契 阿加皮是愛的意思 阿加皮就是名詞 阿加巴奧就是動詞 即是說去愛 指到最高層次 無私、利他和無條件的愛 或者我們一般來說 會說犧牲的愛 比利歐就是解釋成 喜悅之情和手足之情 有些近代解經家認為 其實阿加巴奧和比利歐 這兩個希臘字本身都沒有什麼分別 都是說愛 只不過比利歐會多一些 用在感情的表達上 不過我自己用聖經的軟件去查 這兩個字容的範圍 我的結論都是認同傳統的解釋 就是阿加巴奧和比利歐所表達的愛 的確是有分別的 阿加巴奧是說到超越單純的情感 那種犧牲的愛 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說到 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 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滅亡 反得永生 這一節的經文裡面用的就是 阿加巴奧這個字 而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救贖世人 就是犧牲的愛的典範 而Fileo就較著重感情表達和喜悅之情 其實中文的意思會比較接近 或者是喜愛、愛惜、情同手足 《約翰福音》五章二十節說到 父愛子 或者《約翰福音》十二章說到 人是愛惜自己的生命 那裡是用到Fileo這個字的 是不會用阿加巴奧的 這個都是表達喜愛和愛惜的意思 回到《約翰福音》有一章 我們看到彼得是知道自己對耶穌有一份的情誼 但是這一份的情誼 又未去到他能夠為耶穌附上生命那種阿加巴奧的愛 所以彼得是用Fileo這個字 這個愛來回答耶穌 如果一般人來講 你聽見有這樣的答覆 你猜聽不聽得出這樣的分別呢? 如果在座的男士 如果女朋友問你 你愛不愛我啊? 你用另外一個的同意詞回答 我喜歡你 或者我喜歡你 他會收不收貨呢?不知道 但是留意耶穌的反應呢? 耶穌不是說 你愛我還未夠 等你愛我比別人更加深 能夠阿加巴奧 用犧牲的愛來愛我 才是再回頭了 耶穌沒有這樣來就是責備給德 反而三次耶穌去到委任給德 耶穌三次去到委任給德 他說 你餵養我的小羊 第二次你目養我的羊 第三次你餵養我的羊 耶穌這三次的委任 是用一個命令式的語氣來跟彼得說的 即是很堅定 很肯定地 將從小羊到大羊 即是從初信的 至到信了很久的信徒 全部都交託給彼得去照顧他的牧羊 耶穌他沒有硬要求彼得達到阿加巴奧 犧牲的愛境界 才被他委以重任 耶穌反而接受彼得那時候 還沒有完全那種 的愛 耶穌第二次再問彼得的時候 然後呢 他已經不再要求彼得跟別人比較了 耶穌只是問說 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愛我嗎 他不會問說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 現在他純粹是要求彼得審視自己 愛他是不是夠深 但是同樣的 彼得仍然是用Phileo 這個情同手足的愛來都是回應 我們看到主仍然是沒有責備彼得 繼續委任彼得去看顧羊群 耶穌第三次再問彼得你愛我嗎 的時候呢 經文裡面說到彼得是怎樣呢 憂愁起來 有什麼好憂愁呢 可能因為耶穌三次問彼得 你愛不愛我 或者你愛我 更深 三次的法文觸發起彼得想起 當日三次他就否認主 所以他很憂傷 但是還有我們留意到的就是 耶穌第三次問彼得 你愛我嗎 耶穌是用了彼得用的Phileo 你是不是愛我情同手足呢 好像是降低了要求 是不是 好像要求彼得 甚至要求彼得說 麻煩你想真點 你是不是真的愛我情同手足 真的有那份愛惜的情義呢 我們看到經文 彼得前兩次回答耶穌的時候 是說 主呀是的 你知道我愛你 好像還帶著一些 哎呀 主呀你應該知道的啦 那種的心態 但是第三次的回答 彼得是說 主呀你知道一切 你知道我愛你 他是誠實地覺得自己是愛主 情同手足那樣 但是他想起自己當日三次不認耶穌 而剛剛自己最拿手最專業的捉魚 都捉不到 反而耶穌一句說話 就幫他妄語妄到盡 他不能夠不承認 其實自己都不是太清楚自己 唯有主耶穌是知道一切 在這一番的簡單的對話裡面 我們看到 耶穌他引導了彼得去發現 以及面對自己的不足和軟弱 但是耶穌是很柔和的 亦都很耐心的 來對待彼得 而且被他委以重任 如果一般人的話 可能就會將他打進冷宮了 我記得我以前在澳洲住的時候 當時我還是很年輕 考到車牌沒多久 就開車 當然那時候自己沒錢買 是爸爸買的 我記得有一晚 就是下很大雨 天很黑的 在家附近 我就開車出去 下很大雨 又沒什麼街燈 車一邊走 駕駛也有點快 去到一個位置 突然想起 前面好像有一彎位 馬上扭軚 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下雨 整輛車這樣 然後 撞了上爐脖 然後 在樹前停下來 嚇到一身汗 就說沒事沒事 然後 這輛車好像也沒有撞樹 然後 再移車出去 但是這輛車這樣 看不看不看不看 這樣躺著躺著 什麼事 是否剛才撞了一下 太厲害 就爆了 那輪胎 家裡不是很遠 這樣 按一下按一下 回到家了 第二天 去看車的時候 看到原來整個車輪是撞壞了 那找人來到驗車的時候 原來說那輛車軸都撞壞了 如果要弄的話 不如買那個新的就算了 拿去撞掉它 所以結果那輛車就拿去撞掉 那我爸爸怎樣來 是對我呢 那輛車是他買的 我真的很感激我爸爸 他是沒有說過任何令我難受的說話 他還給他的車輪我開 這種重新的肯定 往往就是我們人很多時候 就是去反我們人一般會有的自然的反應 而主的那種柔和的謙卑 就是給我們 能夠看到在柔和的對答裡面 都能夠叫人去被挽回 接著我們看第18、19節 耶穌說到 這裡說到彼得的將來 是彼得的預告 彼得的將來 耶穌跟彼得說 你年輕的時候自己束上腰帶 隨意往來 我們一試圖行轉裡面 我們都看到彼得確實是這樣 他隨意地去不同的地方 傳福音來建立教會 而根據早期教會一些記載 彼得在晚年的時候 他確實是為了見證主 而殉道被處死的 甚至有一些傳聞說 他是倒釘十字架死的 耶穌這樣來 預告彼得將來的死 會不會給彼得一個 長年的心理的重担呢 如果有人這樣跟我說的話 你將來老了的時候 會被人抓去處死 哇 接著那幾十年 真的不知道怎麼過 經常都想著 將來劫數難逃了 但其實 耶穌這樣的宣告給彼得 不是一個心理的重担 反而是一個釋放 因為其實這個是給彼得一個 知道他將來可以彌補過去的缺失 挽回聲譽 兌現他承諾的機會 我們要知道對於古代的人來說 特別是男人 死其實不是最可怕 最重要的是死得光榮 死得有價值 所以我們看到羅馬帝國的時代 有一些叫做什麼 國鬥士 國鬥士 他們是在那些 戰鬥 那些國鬥場上面 在皇帝的面前 去到生死對決 為的就是 拿到最後的勝利 被皇帝掌賞的那種 英勇的一種榮耀 那那些輸了又怎樣呢 就是沒有了一條命 但是他們都會看來 是一種榮耀來的 彼得當日說 我連一條命都願意為你去捨棄 就是他這樣跟耶穌說 耶穌現在就是告訴他 將來彼得是會得償所願 到死都不會再否認耶穌 而彼得就是這樣來 就是榮耀了主 在講完彼得的將來 耶穌還說了一句 令彼得很窩心 很溫暖的說話 很鼓舞的說話 就是當日耶穌呼召彼得的那句說話 跟從我吧 彼得聽到這句說話 就好像聽到當初 耶穌在海邊來呼召自己的時候 意味著彼得可以再接再例 重新出發 彼得因為耶穌的肯定 而能夠他們重新啟動 再次成為門徒裡帶頭的人物 彼得聽姐妹在很多的家庭 很多的團契小組在教會裏面 都是那些關係裏面 都是傷痕累累的 可能大家都有互相虧欠 互相虧負的一些經歷 大家可能都很希望能夠修補關係 重新出發 但是呢 又不由自主地用一些說話或者行為 來繼續互相傷害 在今天的經文裡面 我們從耶穌和彼得有三個學習 首先我們要向耶穌學習 耶穌叫我們學習他心裡柔和謙卑 當我們覺得被人虧負 看到親密的人或者弟兄姊妹失敗的時候 很多時自然的反應就是去指責對方 可能以為指責之後 讓對方以後可以省定些做人 最重要不要連累自己 最重要 不過往往是反效果的 我們看到耶穌的處理方法 就是既然對方已經知道自己的軟弱 那就嘗試給對方有足夠的空間 去整理自己 而且耶穌是體諒對方的限制 不會硬要求 你不達到這樣 你能夠用犧牲的愛愛我 你就不要來跟我 耶穌不是 耶穌體貼對方的限制 信任而且主動給予對方有鼓勵 讓對方能夠一直成長 所以我們看到彼得最終 他對耶穌的愛是成長到犧牲的愛 第二方面我們就是要向彼得去學習 當我們覺得自己失敗 規復了親人或者弟兄姊妹 或者我們曾經向主立志 第二要做某些事情 但是做不到的時候 我們難免會有罪咎感在我們裡面 是不是 這些罪咎感如果不處理 就會讓我們感到無力 阻礙我們的成長 阻礙我們發揮上帝 賜給我們的恩賜和才能 阻礙我們去實現上帝 給我們人生的使命 如果我們是很期望 別人會主動來鼓勵我們 可能很多時候都會失望 但是我們就要學習彼得這樣 面對 來誠實地面對 和接受自己的軟弱和不足 並且我們要相信 主耶穌是知道一切的 耶穌已經接納了我們 祂希望我們跌倒之後可以爬起來 重新出發、重新啟動 甚至 有時候我們會對過了生 離世的親人帶著一分內疚 可能會很多時候會有些自責 就是說 我們若果 如果爸爸媽媽或者是誰 生前我這樣對他的時候 那就好 但是他已經離開了 沒有機會去到補救了 那就會有一種罪咎感在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更加的要把這些罪咎感交給耶穌 在耶穌裡面是得到釋放 第三方面就是 我們的一生 是不是過得有意義呢 我們這個世代 是鼓吹 人是要活得長命 活得享受 活得開心 但是不知不覺 我們對生和死的看法 就變得有點偏執 已經沒有古人那種 即是古代的人 那種即使要死 也要死得有榮耀有價值 那種情懷 今時今日我們都會愛惜生命 我們可能會看那些 羅馬帝國比武的國鬥士 他們做的事情很沒意義 簡直是匪夷所思 就是為了一些所謂的榮耀 去到一條命都不要 但是實際上 今時今日我們 這個社會裡面 就是跟我們說 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 安安日日地舒適過生活 買到一層樓住 有穩定的工作 儲一筆錢 穩穩陣陣地退休 舒舒服服地過一生 那就最好了 有一個照顧臨終病人的看護 他向多名他照顧過的病人做了訪問 就問他們一生裡面有什麼遺憾 他發覺原來人到了人生最後的時候 回顧自己一生 都不是後悔自己沒有賺夠錢 而是後悔自己沒有勇敢一些 來到選擇去尋求人生的使命 也都有很多的男士 特別是男士 去後悔自己用太多的時間去工作 沒有跟家人好好建立親密的關係 有很多人去後悔 沒有勇敢地來表達自己的感受 長期在一種壓抑的狀態當中 所以在這裡我也是給大兄姊妹大家一個挑戰 就是你人生的目標 是寧願安安穩穩舒舒服服地過了一生 要是寧願為了主的榮耀去冒險一下呢 我叫大家冒險就不是說叫我們 大家都一起拉大隊去中東伊斯蘭國的地方去殉道 如果這樣做的話 可能傳媒會報導說 有幾千個宗教狂熱者 無緣無故走去中東送死 當然有人像彼得一樣地殉道榮耀主 但是也有人像若翰一樣 百年歸老 也都因為他完成神給他的使命 所以得到榮耀 神給我們每個人人生的使命和道路都不一樣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要知道 我們活在這個世上的時候 都應該去到榮耀主 去尋找主給我們人生的使命 可能未必是一些很複雜的事情 可能是簡簡單單的 可能我們當中有弟兄姊妹已經正在做 可能人生的使命就是 在主日學裡面去建立一些兒童 或者在青少年來服侍去建立一些青少年 擺上自己的時間 不是去OT做多份工賺多些錢 而是擺上自己的時間 去關懷一些兒童的青少年 大家知不知道葛培里牧師 當日就是因為有個主日學老師的關懷 所以後來成為了一個偉大的報道家 當日葛培里還是一個直直無名的小孩子、小伙子 所以頂端我們一起來討告一齊立志的回應 主我們的神 祢也是來呼召了我們 來成為祢的子民 主祢呼召我們 不是要我們做得多好 卻是因為主耶穌已經滿足了一切的要求 律法的要求 神祢的要求 以至到我們來到神祢的面前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坦然無懼的 因為主祢是知道我們的一切 你知道我們就是怎樣的人 你亦都是給我們的空間去成長 但願你都是教導我們能夠是 學習主耶穌這一份的柔和謙卑 在我們對人的時候 多一分的恩惠 多一分的連率 在我們面對自己的時候 我們亦都能夠誠實地面對自己的軟弱 主更加地求你來到 是揭示給我們知道 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裡面 是要怎樣地來榮耀主你 主你給了我們有什麼人生的使命 以至到我們都能夠是 一切地來建立教會 成為主你大能的子民 不是因為我們有多聰明 而是因為主你的能力 透過我們來使用出來 我們仰望你 託告是奉主耶穌基督之名 阿們 阿們